大家好,我是视频设计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在Promia中怎样把自己写的字作为一个签名 放到视频画面当中 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找一张白纸写上自己的文字 然后用手机或者相机拍张照片 导入到电脑上面 再导入到Promia里面 好,我这里已经导入进来了 然后我们把图片拖入到时间线上面 放到画面上面多余的材料 然后点击图片效果空间 把这个图片缩小 缩小之后 我们在效果面板里面 找到变换 找到裁剪 拖入到文字图片上面 我只要中间这两句话 上面的这些边缘的这些都不要 我就把它裁剪掉 好 然后 再到缩放里面 再把这个图片缩小一点 不需要那么大 不需要那么大 我放到左上角吧 调整完图片的位置之后 我们在效果面板中 找到亮度曲线 拖入到文字图片中 然后在亮度波形这里 最暗的地方 拖到最上面 最亮的地方拖到最下面 然后我们再把曲线 调整为一个J型 完了之后 我们再到不透明度 混合模式这里 选择绿色 选择绿色之后 大家可能看到 还有一点点透明的这个底 我们再调整这个曲线的这个 两个位置 OK 现在就好了 然后 我们可以 再改变它的位置 或者说 大小 都可以 完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 随意的改变它的颜色 在效果面板中找到 这个Color类似的 我们把它的高光 高光这里 我们选择为 黄色 偏黄色 这个字的颜色就变成黄色了 这个小效果 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